一大遊行 五十萬人上街頭 這在韓國瑜口中 是無聊小兒科的活動 現在被翻出 他為何可以老神在在的原因 因為韓國瑜 可能是最懂罷免的人 十年前 他已被大博士生身分 寫過一篇起刊論文 大談台灣第一個鄉鎮長罷免案 就是雲林林內鄉 因為興建焚化爐敵方抗議 陳河山被提起罷免 但最後人數未達 法定門檻失敗 韓國瑜寫了 洋洋桑桑十六頁 前高雄行國處長陳瓊華就說 他早就把罷免摸透透了 他很清楚的知道 裡面的一些時間點上面 他會有一些小行政細節 來去質疑他的合法性 那這個其實是 我們有時候閩南一句話 都是腳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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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 陳瓊華更分析 這論文的觀點 跟現在韓國瑜言行很一致 像在野時什麼議題都可以提 執政後一致標準口吻 目前演繹中 難怪選前賽馬挖石油 迪士尼什麼政見都敢說 選後卻變這樣 等於說挖石油 我真的有白紙黑子出來 另外還有 極端候選人一勝株 政黨重要性降低 地方派系長期在地方生根 一個無法取代的組織認同概念 也漸漸說明大量韓粉的出現 讓韓國瑜聲勢上漲 成為極端候選人 也擁抱地方派系尋求支援 各縣市敗票時 身邊也都是派系大佬 其實就把罷免視為 等於是說 市民對市長 從再一次的信任投票 韓市長有過論文 有過所有法治的 政治制度的研究 很稀奇嗎 他本來就是這方面研究的專家 這篇十年前談罷免的論文 意外在這時被翻出來 韓國瑜成了專家 自己更是兩度被罷免 也引起網路討論 他恐怕就是最懂罷免的人 三星人出場 古不仙高雄報導 大家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